是他 是他绑架了 故事集团的危机将会得到解决 解决什么 故事集团已经破产了 这个就是收购故事集团的先销日记 谭总 请你详细介绍一下你的收购计划 这件事是时候再说 我今天过来 还有一桩的事 要跟顾明兄好好算 各位 前一段时间 我的妻子被人绑架了 绑匪 我已经找到了 是他 是他绑架了 不连修先生 之前一喜乐性绑架案 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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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听你的话 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说过 我一辈子对我好的 你该不会以为 程泽哥喜欢你吧 这不是因为你有点利用价儿的事吗 你以为他愿意碰你吗 他是不是在你了 你以为你现在有什么利用价值 你这张脸 也就顾名休息 又不是你 他怎么会愿意让出故事集团呢 不是真的 这不应该是真的 夏末然 我不妨告诉你 因为你呀 夏日寄托 你哥哥他 也死了 你还在这儿做梦呢 你以为谁还能帮你啊 我 顾名休是吧 他呀 早都被你送进监狱去了 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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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要是你就是想 請找个程泽哥离婚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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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这年中很有真爱 你看这韩式CEO韩秋泽 高调山下前景 还有这事 这哪来的风子 就是 那年我们无谓相聚多漫长 只怕彼此爱不够倔强 不然 约定过的远方 不然 怎么感觉啊 在什么时候赶我赶我 赶我眼望深浅 没等我 想打在你上 来 去吧 去吧 没事 你别过来 我叫你别过来 我叫你别过来 我有爱情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没事了 没事了 没关系 我带你去看病啊 我 上岸城走 我相信起来 我不想离婚 他们就害了我 你怎么在这里 想到我宁死之前 还有这么漂亮的美丽给你 啊 啊 啊 他有案子 顾明晓 是韩晨子 要害你 是韩晨子要害你 什么保险案都是假的 你为什么那么傻 啊 没事吧 都要有钱了 我就过来去病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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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害人精 你害顾明修还不够吗 我和他本来就是未婚夫妻 他靠我可以东山再起 可是他不肯 你有什么好 得了脏病也活不了多久 为什么还要缠着他不肯 我们要缠着他 不让他走了 是下大小女 要是没死 怎么舍得走 莫然 晚上想吃什么 熊市炒鸡蛋好不好 那跟我回去 走给你吃 好 要是不嫌 怎么舍得走 得了脏病也活不了多久 得了脏病也活不了多久 为什么还要缠着他不肯 你快速明修还不够吗 是他绑架了 哇 这样 也许坐走停停还留在原点 我们的爱 凭力 好想随老生的小学 你是成功 你是 我一定会 我 你走 走 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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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碰我呀 你说什么 你为了那个韩成泽 他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通宵的项目我让给他 以后 我们不要再见吧 通宵 怎麼又有一個宗教的像 來了 我回到十年前了 你想 顧總 您真的要把東教的像本讓給韓成澤那個人渣啊 下面然後我說過這件事 你去安排一下 故事送起冰箱想 冰箱 接電話啊 冰箱 在這 冰箱 冰箱 不冰箱 不要把東教的像本讓給韓成澤 冰箱 你 你拿到顧明修電腦裡的東西了嗎 拿到啊 我馬上來找你 你把東西給我 明天中午 老鐵房間 我把東西給你 我把東西給你 安晨子 必要区区一個五就能對付光人像 你高興壞 顧總 您真的要放棄東教的像本嗎 我希望顧總從故事的角度再考慮一下這個決策 人家小關的黏黏系 顧總就吸軟了 既然顧總已經決定了 我們還有西南商圈的房子 請 我記得夏小姐和明修應該沒有什麼關係了吧 我們這個圈子裡的女人很明俗 偏偏你是最醜的那種 放著顧明修不要 非要去喜歡一個心肌陰沉的四身子 顧明修 我 讓它小 simultaneously 我覺得 滿大小的 明修 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 不行 不能放弃 明星 明星 我我会打扫干净的 明星可不可以让我住在这里 先继续洗澡 过来 你不要把东郊的项目让给韩诚泽 好不好 你又想干什么 他想要取代你 他在刑害你 他让我去托你的商业机密 他想利用东郊的项目在韩家炸完脚坑 你不要让项目给他 你的脚刚上好药 你相信我好不好 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 你 我喜欢 我们一枪 你输给我吗 你不干 你不干 这次 还我保护你 莫阳 那顾名秀真不是个东西 莫阳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 我确实不如顾名秀 但是莫阳 你相信我 我总有一天会 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的 莫阳 行 顾总 下面可是韩诚泽有没有 他考总门的文件这是犯罪 咱们可以冒净 这件事 不许再提 明白 去通知校 重新做起办 顾总 这明白事就是韩诚泽 故意让小美尔接近你 然后 我说了 继续 我去通知校服务部加班 我到底 该不该信你 先生 夏莫阳到手了 很好 想办法回到顾名秀 先生 能不能不要伤害夏莫阳 夏莫阳是对付顾名秀的手段 记住你的身份 你想要的 只有我能给你 爸 我拿到营举楼里通知说了 好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啊 有出息 爸 浅浅也考过了 比起他 你教育赢在了七毛线上 有什么好选 他 我 他 嗯 怎么了 如果有让你不开心的东西 我就扔出去 勾兵成 姐姐回来了 姐姐 你说脖子是怎么呢 别见我姐姐 我听着我的戏 享受夏家的资源 找小三 还有磁身女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了吧 你不是出身比千千好一点 说话又何必这么刻薄 是啊 我就是会投她而已 刚好就是夏家的大小姐 不是阴沟里的老 你 这里是我家 夏全情 我命令你滚出去 如果你不走 我就找人赶你走 姐姐 是我让你们不高兴了 对不起 但是我就是担心姐姐 我昨天晚上看新闻 姐姐会担心姐姐呢 沈默染 传出这样的绯闻 你让夏家 今后的海城怎么立足啊 我 如果有东西让莫长不开心了 我不介意让他永远消失 别怕 告诉哥哥 咱们 知道 他给我下药 他给我下药 姐姐 我知道 你心里只有程泽哥 你还让我帮你 和顾明修联姻 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要你那份恶心的嘴脸 来贴我卫宫夫的名字 你不配 顾明修是我的 你别想打他的主意 可是姐姐 你不能一脚踏两条船呀 顾总他 知道你和程泽哥是男女朋友吗 关你什么事 谁说韩程泽是我男朋友 你 赶紧滚出去 抱歉 冒没打扰 你怎么来了 吃药了吗 抱歉 夏先生 那天晚上和莫染在一起的人 是我 原来是明修啊 你们两个本来就有婚约 这是好事啊 所以 顾明修 你这次上门 是提前来跟我妹结婚的吗 夏小姐 之前就公开说过退婚的事情 爷爷已经同意了 两家都召开了记者会 这些 大家都清楚 你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是我的问题 夏家想什么赔偿 可以随便提 顾明修 你真等我们夏儿集团好欺负是不是 哥 是我 是我自愿的 跟明修没有关系 我喜欢他 所以 所以你就上赶着倒贴 他又是来退婚的 哥 是我先无力取纳 明修哥才答应退婚的 你看 这个事情闹的 既然喜欢 要不您这个事就 我已不是儿戏 我个人欠夏家的 不论你们想要什么 都可以随时联系 站住 不许这 不许这 你做个顾明修 也太不是人了 把姐姐睡了 就不想负责 我们去顾家 找顾爷爷 为姐姐报仇 不用了 你还不滚 我去一趟顾家 哥 你别去 哥 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一定要相信我 好 我相信你 这是夏浅浅的一个局 我喝了他们递过来的酒 醒来之后 就躺在顾明修的床上 这个夏浅浅 胆子不小 他盘散着 让你找顾爷爷散账 万一顾爷爷受不了刺激 顾明修 就会把账 算在我们身上 录下两家内斗 他就能斗余光之力 我没想到 他野心 还挺大的 顾明修都是受害者 韩生子 还让我去出故事的商业机密 想让顾明修 把东郊的项目给他吗 谁是一个私生子 翻不了点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 背后 一定还有人 我和顾明修的抒情 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 哥 像个集团 有很严重的财务危机 你一定要小心 哦 这些事情我去查 没有了 你以前 不是挺喜欢暗橙子的吗 大作大作 年轻的时候 演瞎嘛 不过我现在知道 我应该喜欢谁了 我应该喜欢谁了 你是不是舍不得夏莫冉啊 你都设计他跟顾明修上场了 他脏了 也没法接受 我就知道 你不喜欢他 你和我呀 是一类人 你不要忘了 当时 要不是先生 帮你除掉寒进行 你怎么能成为现在 韩式集团的继承人呢 是 先生 我们要接受联系 免得被顾明修发现 打造计时啊 古人背后有人 看来 我也得先下手一枪 我说祖宗 你可算联系我了 就算咱们快毕业了 你这总教科也不好吧 有笔生意给你 你做不做 有钱不赚王八蛋 快说 要让我做什么 老老的东西都卖了 顺便 再帮我找一个人 谁 新华风头和金钟 还有一个失踪的玩意 还有什么线索吗 韩诚泽山城一带 巡回和金钟骨子 上车 等着 下日集团的账确实有问题 是夏建国 亏空了公款 果然是这样 哥你放心 很快 我就有钱了 好 哥哥等你 你想好要什么了 想好了 别说吧 顾铭兄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小个人 做人不能太贪心 我不贪心 我只是要回 本来就属于我的 我知道夏日集团出现了危机 你想要把一个 不过难关 不是 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你到底想怎样 你能不能收留我一段时间 三个月 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你是说 让我养你三个月 你哥的那个项目 至少要三个月 那你早就不要曾吃醋喝单个月 你觉得值吗 民修哥投资哥哥 是强强联合 不投资也没关系 我会努力的 夏默然 我以前一直觉得你单纯 可恨 我现在看来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看清过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夏默然 我喜欢你 你不是讨厌我吗 你现在为了那个 你现在为了那个韩成泽 都愿意牺牲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真的没有和韩成泽 你夏日集团 我会考虑的 就当我答应你会听见了 你走吧 我不走 给我一份夏日集团的项目案 顾总 您最好不要和夏家有什么前程 我做事 需要你同意了 你盯着夏默然 是乔先生给了你什么好处吗 我就是想给你做东西 他会做饭吗 走 我让司机送你回家 我不走 你要想清楚 你如来我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明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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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tory 日课 啊 公年的 文雅 我保护你 行了 你 你还没早拿 夏小姐 这是我们顾总给您准备的合同 你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了吧 顾铭修人呢 这什么意思 您是觉得钱少了是吗 就算是一线明显也不过如此吧 您要是想用这件事来炒作的话 别管我们顾总对你不客气 我没这个意思 那签字 或者是离开 您要选一吧 合约期到 就不要来纠缠我们顾总 更不要为了任何人来求顾总 顾总 夏日集团的夏总和乔总的哥哥 今晚都向你连吃饭 帮我一下听你 顾总 您是不是糊涂了 夏末尔在网站上 把他所有的家长都挂出来了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缺钱 你想想 我听说是和韩正总有关 他回韩家需要钱来打点上香 夏果然就是为了他 才把这些东西都卖掉了 你分析得不错 去 把网页上东西都买下来 房子五百万 手持包包鞋子等等东西 卖了三百万 感谢金主 低调低调 我现在是卖房卖衣服 留了街头了 你住哪 我 男朋友家 你回来了 你要喝水吗 我就给你倒一杯 不住的心中 你也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顾明晓 等我有钱了 我养你 找到你了 你又一个人躲起来了 为什么你怎么能找到我呢 因为哥哥说我是小天使爷 这是我最喜欢的城 谢谢你 不要不开心了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你小骗子 你一直会给这 夏小姐 建议你不要出去 怎么说你也是顾总的贴身秘书 你就乖乖待在家里 等顾总就好了 你是顾明修从哪个朝的情人 我是顾总的高级助理 夏小姐 顾总马上就要和乔总订婚了 你要认清楚你自己的身体 你只是个助理 没权利控制我的意志 让开 让开 我知道你生我气 但你要真的和小学人盯 我俩 你怎么跟那双打的茄子一样 你无惊他才能 你没事 我让你找的人呢 我订了票 咱们需要在山城留宿一晚 明天再打车去找你说的那边 好 那我们先走吧 韩成泽不值得你喜欢 他要是跟你分手的话 你就赶紧给他分 我又没有跟他在一起 你怎么那么讨厌他呀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斗殴酗酒 而且 韩家大少爷的死 有可能不是意外 不许 你还知道些什么 你别说出去啊 我查到的 韩家大少爷的车 在车厂被人动了手脚 恰巧 韩成泽就在那个车厂做过事 然后 大少爷就出了车 你 能不能把证据给我 有加点拷贝 还有 这件事 不要告诉别人 不走 夏末让买票去了山城 韩成泽也在山城 很明显他们就是一会儿了 明霄 我有点急事 要出去一趟 放一天假好不好 和谁 和一个朋友 你不认识的 我明天就回来 我保证 顾总 乔欣然小姐已经等得很久了 那进来 怎么了 然然 我好想你 怎么了 项目不顺利 明明拿出了比故事更合理的价格 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不接受 我知道了 我会和顾明修说的 幸好有你 然然 那我回去陪你 莫然 你也是顾明修 他可是我男神 出身好 家世好 优秀自律且上见 哪有你说 而且他眼光也很好 听说他要跟乔欣然订婚了 乔是总裁 强强联手 简直不要太配了 你从哪儿看来的小的消息 热搜说的呀 我 又不接电话 你真的不怕我生气 怎么了 你不会不满意我男神和乔欣然订婚吧 他又不喜欢乔欣然干吗跟他订婚 那他喜欢谁 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我男生死了 夏小姐 你应该懂事一点 今天是顾总与乔总伤了订婚事宜 不应该打扰他 我真想问他 我去趟顾试 你在这儿等我 喂 你疯了吗 我们才刚来山城 你就要去海城了 小姑娘 薛海城你得加钱呀 最少两千 我给你加三千 开快一点 师傅 我想上厕所 你能找个服务区停一下吗 好 不是两位呀 明天在洗澡 有什么鬼呀 在哪里抓到你了 我可以给你钱 只要留帮我 这么有钱的大小姐 想你多少钱来收买我呀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 我可以给我哥打电话 让他送钱来 花样 脑子就冻死你 三个 我有陆一 他绑架 只让他送我快回车 他就要把我送去楼养 你还挺聪明 知道留证据 知道报警 我在车上 看到他跟别人联系 估计 还有其他受害者 没想到你还挺勇敢的 我叫陆哲 警号是313569874 来 帮你电话给我 我给你先打电话 让他来接 你刚刚给我的电话 是你男朋友吗 他不接电话 你可以考虑分手了 行行行 我送你回海城 不用了 我再不回去呢 我的朋友还在山城等我 行 那我送你回去 尽快离开山城 他们这团伙作案 可能会报复你 走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怎么不去故事了 不去了 他不在乎 去了也没用 不是还有事情吗 是啊 那个人的照片刚发给我 你就走了 你自己看看 是不是这个人 对 就是他 我们去找他 走 他昨天晚上一直没有消息 没 没有 没有 顾总 您和乔家订婚的消息 媒体已经放出风声了 乔仙牙小姐确实不错 事业型女强人 您跟他在一块强强联手的话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缺合作伙伴吗 你是夏末然家属 我是山城警方 夏末然在山城遇到了人贩子 幸好他急灵报警了 不过他执意不回海城 建议你把他带回家 地址给我 昨天谁动过我手机 你跟了我多久了 备车 去山城 郭总 您还有会啊 还不取消 郭总 郭总 您有点水 昨天您喝多了 有陌生来电 我就把您给挂了呀 郭总 再给你一次机会 是乔仙来乔仙 夏末然给您打了很多电话 乔仙得接了 还删除了团子 夏小姐很危险 我们查到他们打算报复他 你可以去办离职了 开车 郭总 郭总 我是为了你好啊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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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不容 不过现在 他们谁都不知道你在哪 已经被集团严生了 他们很快就会找 听你同伴说 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人 还是什么老总的儿子 不是 和他没有关系 老子弄死你 轻微脑震荡 身上的伤已经处理好了 观察一把伤就能走 这是你女朋友 不是 她 没有去见韩成泽 韩成泽 韩成泽也在山城 真悔气 不然说他不喜欢韩成泽 我们这次去山城 是为了找一个走丢的孩子 你 你 你是顾铭霄 这么说 夏曼莱小姐还是单身 你有什么关系 巧了 我也是单身 我说这位警官 你在这添什么乱呢 外面还有人等着你做笔录呢 莫然 你醒了 醒了 这次我们一举抓住了人贩子 不少走丢的孩子 都可以跟爸爸团聚了 找人贩子 挺能耐 我没想到我有危险 露露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比较幸运 我一跑走就碰见陆警官 你都不知道 你刚进医院的时候 我男生有多担心你 你们什么关系 他 是我的医学加科 这 顾总 那个 他刚醒了呢 脑子可能不太好 您能帮我去教个医生 给他看看吗 你怎么在这儿 我可救了他两次 离他远点 你有什么立场说这种话 打电话你又不接 当年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计较 你现在还敢出现 顾明秀 那场车祸不是只有你没了爸吗 我爸也死了 我说你是不是云木脑袋 那顾总一看就喜欢你嘛 我男生喜欢你 我心都碎了 不会不差的好不好 而且是你说的 他要和乔欣然订婚 对啊 他和乔欣然订婚了 你 又是破坏我男生的完美 什么叫我破坏他的完美 只要他跟我说他要订婚 我就不会产生 我就不会产生 我就不会产生他 算了 你还是想开点吧 嗯 你不知道 他一直都很关心我的 可是问题现在是他人呢 嗯 人呢 嗯 文医生 你没走啊 对不起 我不该给你添麻烦 大家我生命也没有办法 明医生 你答应给我的三个月时间 还算数吗 你又想看 那这三个月里呢 你不要丢门好不好 三个月之后 那再看嘛 那我就不行了 我都不差 回家 喂 喂 夏木人 在哪呢 开门 哥 你你去我呢干什么 我 我今天住朋友家 是不是在顾明修呢 你你去我呢 在哪里呢 你去到哪里呢 我去地区 我去地区 你去地区 你去地区 猜猴 夏末然 顾明修 你现在又不娶我妹 你到底是把她当成什么了 那你得问你妹妹 她想在我这当什么 夏末然 你给我出来 顾明修 你是比较了解她的脾气的 你们这么纠缠 话也说不明白 她留算什么 我妹妹真正想要什么 你知道吗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你想让我走 走 跟哥回家 顾明修 你会后悔的 离开我 不像是你最想要的 顾明修 顾明修 你以前不是说你不喜欢顾明修吗 我那时候眼瞎吗 我今天哥喜欢他 他不要我了 没事 他不要你了 咱也不要他了 哥给你安排相亲 你看上谁 哥都帮你搞定好不好 去吧 我就要顾明修 莫然 莫然 听哥说 还有什么好的 性格差 不会照顾人 就是一个臭石头 哥 你再这样说他 我不理你了 其实 是乔欣然告诉我 你在他家 莫然 咱们下家人 不能这么没有底线 我知道 他订婚我就不打扰他 现在 你就让我努力一下吗 好 走吧 姐姐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出去 反了你了 姐姐毕竟是你亲妹妹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尖酸刻薄 姐姐 都这么晚了 你要我去哪啊 我要是出什么意味 可就不好 你说的对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比如说被人打 就会有人 把杖碎在我的身上 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 就是 没事莫然 不用担心 我们找个保镖 哥哥你真聪明 要是这样还能出事的话 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以后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他踏进家门一步 这家 莫然说了算 不许他 我一说 别不要了 好不怕 沐总 湘北尔小姐去找的备馆儿童 是何总的孩子 其实深层就为了这件事 何金钟这个人不好接触 唯一的执念就是这个孩子 这得说夏小姐也有本事了 很多人去帮何总找孩子 最后都不了了之 你这些人翻一次 他也真是灵命的 对了 韩世最近周长很难 要想和我们竞争东郊的项目 韩世确实缺少资金 我还是这样 顾总 您辞退了陈助理 人事部帮您选择解决助理 您看看 不用了 已经有人选了 谢谢 啊 默然 默然 起来时间早餐吧 哥 好了 啊 哥哥 我强了 要是你真的喜欢顾铭修 咱们呢 多贴点嫁妆 也是能嫁回去 他都多点了我 乔欣然呀 可比你有心机多咯 要是哥哥不帮你 咱们都给我一起 他有乔事 咱们摩扎呀 有夏日几段 好 你呜呜顾铭修 你不要猜你行不行 不要猜你行不行 不要猜你行不行 你真的看上他吧 嗯 我相信你这么会算计 我不想顾铭修 被他吃干 抹净不负责 哎呦 我的小祖宗 现在是人家顾铭修 把你吃干 抹净不负责 喂 顾爷爷 莫然呀 你和铭修的事 真的没有转弯的余地了吗 爷爷 我们见面了 郭总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 明天我要看到你的汇报 老爷子来电话说 夏德姐去了顾家 他去干什么 说是夏总带着夏德姐去了 聊得很投机 老爷子聊得也很开心 他下来就得了威胁 老爷子还说 让郭总回家 好 对 郭总 您还有一场回忆 爷爷 您要乖乖吃药 好好好 你也听莫然的 爷爷 收我的鸡 莫然 放心 这点事情爷爷还是能做得了主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说什么 今天就是要你顾铭修一句话 你娶 还是不娶 什么意思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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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联姻的事情 故事高层和巧事 早就这是结婚 是个人的大事 和故事高层有什么关系 这是生意合作吗 胡闹 爹 就目前来看 小欣然 比夏末然更适合跟我家 他才不适合 夏末然 我再纵容你一次 如果他不娶 那就老老实实 跟我回家相亲去 爹 其实 我也可以有事 其实 我身边还缺了注意力 给你一个好表现的机会 你 不许发毁 早上好 有什么工作安排给我吗 下面这是你的话 这是你给我吗 我们的入职仪式没那么正式 你是生活助理 今晚 会会什么 关不会 明秀 我们两家联姻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 媒体一段质疑真实性 对乔家的损失 无济 乔家一厢情练 在我们的损失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过是给了你一些脸面 你竟然 你竟然 有什么事情 你还要 可是夏末然 他根本就不喜欢 一个心里没有你的女人 何必 诺人 你别过来 别跑 我来 你别这样 我死他 我听见夏天天打电话 你让他故意给我下药 故意深刻故意一下 我没有好红缝绿子 姐姐 我来 我来 他让你别碰他 韩承泽 我们早就结束了 你 顾总 东教的项目 我有听到风声 说是故事 哪个放弃竞标了 不会的 故事 事在必顾 顾总 我进步 我们顾总一会儿还有个会 对 这杯 国大牢 好酒量 我也进步 走 林秀 莫然妹妹喝多了 我叫人把她送回去 今天晚上 我爸想跟你喝杯酒 林秀 你不要跟她在一起 她只是图你的钱 莫然是吗 郭总 把她送给我就好了 韩承自己把你送到这边 现在是后魂吧 爸爸 林秀 爸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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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不好 想用着默契 互相吸 看来 今天晚上被包弃的 不止我一个人 我 我 我都好病 难受 原来懂 我问你 山城那天 为什么打车去海城 我 我 我要订婚了 我想去找你 你不要订我好不好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那你呢 你是谁 我是你的 江湖人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你是我最爱的人 我 好好看清楚 我是韩承泽 是韩承泽 我爸在 他是我坏 没想 他要坏我吗 他想死我了 我以为我死了 大哥夏浅浅都是一火的 还死我哥 我和你今天 都是我的 我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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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休 我还好 爸爸 多疼 多疼 我 多疼 以后 还敢 你查的事情啊 老板 您和向国然小姐在一起的那天 向国然小姐确实被夏浅浅下掉 本来是打算把向国然小姐热到602 那里的桑彪 States浅 идет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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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你吃到早退啊 作为生活助理 这是必须要会的 我会 你吃到早退啊 作为生活助理 我会好好休息 再给你吃一碗 出了这个家门 就只是出了 知道了 喂请问是少婚人小姐吗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是何金忠 请警方说 是你提供了我儿子的现实 我想晚上陪你吃个饭 今晚六点四十 宁州餐厅见 好 那到时候见 你好 我去人事部报到夏莫远 当小三很光荣吧 我不管你想从顾明修身上得到什么 但是招惹我的人 绝不会放你 我不是小三 如果你们订婚 我就会退出 少在这儿装可怜了 你除了会告状还会干什么 像你这种女人 我看不起 我不会去告状她 我也不是一无是处 今天的事要是传到明修的耳朵里 我什么都没看到 您是不是在牢影 布总 您的领带要我重新打击 不用 不用 顾总 乔治集团的CEO乔欣然小姐来了 您要见到 明修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公布结婚的消息 所以特地来给你道歉 今天晚上爸爸想请你吃饭 什么上面 嗯 也顺便探讨一下 下个月我们两家共同举办的比赛 算是公布 既然是公布 那就没必要去家里 地方我定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新来的助理 夏某人 你连走 感冒 去穿一杯感冒出镜 啊 顾总你感冒了 上一个助理就身边换冬 老板 你渴吗 咖啡 小助理 给我也准备一杯 给我也准备一杯 明修 你要是想养个夏某人这样的女人玩玩 我不反对 我给你最大的公寄 老板你的咖啡 小董的咖啡 夏某人 夏某人 你放了多少糖呀 小小姐抱歉 你没说要放多少糖 我是顾总的私人助理 我只知道她的小 怎么你不喜欢小新娘 她每次来都不想正事 看来都是为了公事 好 下次我一定会好好招待她 我看乔总绣的修饰间 你是不是把咖啡倒人的事啊 可是她每次来 都不想您怎么不意啊 夏某人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无论如何乔总都是CEO 合作商的面子还是要给她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就懂ab Squawk 她怎么样 你说夏某人呕啊 她挺乖的也挺可爱的 哎 明兄 我晚上约你吃饭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们顾总的行程已经约满了 晚上给了顾爷爷 那我也去 顺便 爷爷不想进生人 晚上我正式出席 姜木然 到 韩诚泽 我们合作 我以前说过 只要有人帮我找到了儿子 就有一百万的奖金 这笔钱 何叔叔 我做这件事 真的不是为了钱 既然夏小姐不是为了钱 那算何谋 欠夏小姐一个人情 想不到 比我们家小朋友吃饭的 居然是合作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 能遇到这么多熟人呀 任人 我听乔乔姐说也是你不舒服 怎么跟我说一声 吃个饭 挺多熟人啊 何总 我是那个然然的乌龙夫 真是太巧了 诚泽 你和莫然有结婚的打算吗 我跟任然已经结婚了 他同意了 等他一笔眼 既然韩家的人在 要不然你们聊聊 何总 改天再遇 密宵 我今天是约夏小姐吃点东西 既然她走了 我也不久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改天去到公司谈吧 我以为你把夏莫然拿捏得死死的 顾明修不是你的未婚服吗 他确实和我很疲惫 但我也不是没有选择 只要我们两个联手 我要顾明修 你也能得到夏莫然 夏莫然 你只能活动 合金钟这个人脉 我不信你的东西 我不是故意的 是不小心蹭到的 夏莫然 我真想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心 我当然有心啊 我都帮你回去 乔心燃了 你还要陪他去见家长 我见谁的家长 你在乎 我是没资格在乎 可我就是在乎啊 夏莫然 你到底想要什么 说实话 我跟你说了 你又不答应 干嘛还要问我 你到底还问多少遍 你好好想清楚 不论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答应你 不管 是把夏莫让给韩晨泽 还是别的 真的 什么都答应 说 我要你和我领证 你敢吗 看吧 你不敢 夏莫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如果你看我的天眼 你也没机会了 你去个潮行 让你人家演续 待会我送你回家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夏莫把胡桂本抖出来 我管 他不管 这护股板 还能藏下来 都这么晚了 莫然怎么还没回来 不行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算了 他都长大了 再说了 有顾明修看着他呢 户口本 好好地放在了 书房第二层抽屉吧 不行 明天 得专门换个地方 都不出来 我 听到 都不出来 不出来 都不出来 我 不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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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你 就 你 要 我 一秒钟的时间就已注定 两个人的故事 你过决定 我来包菜 你给你丢 我是谁 物财队 对啊 我是物财队 走 上干净 下主理 咖啡豆没了 在下面的仓库 你去拿一下吧 好 乔总 肖默然下去了 喂 开门 开门 里面还有人呢 开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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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怎么了 啊 莫然怎么还没来 你能和人家比吗 人家是我们顾总小思二 那天乔小姐也都打了他了 什么打人 就是那天夏莫然第一次报到 被乔小姐打了一把掌 夏莫然的没看到 顾总 听大家的意思 似乎是误会了您和乔总的关系 乔总上次在我的公司 还打了下主 我再问一遍 夏莫然人呐 没没看到 不知道去哪儿了 需要我去给你调监控吗 这里没咖啡豆了 他说他帮我 可能去了仓库吧 不要再说了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丢人现任的东西 滚出去 我真的爱你吗 这些人是我的男朋友 这些人是我的男朋友 凭你的脑子 你能活到现在 这些明星是你亲手的天天 同时 固扯你 迟着 我 人家 你都造成那样了 还想当你 你不要再活着脸那边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当着我活着 我要让你看着 我从你手中抢走一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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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牛逼困天恐惧症 下次注意不要让他一个人打扎昏迷空 好 是谁要害你 你有方向吗 知道我有优比空间恐惧症 又想害我的 只能是小姐姐 好 我帮你转了 明霄 东江的项目落实好了吗 还没有 他有些手续正在办 明霄 小心喊陈泽 据我所知 他和沈平东江项目的一个小领导 叫何永林的 关系很好 手续都是从他这边过 所以 故事的沈平被掐 很正常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让出这个项目 我没有 明霄 你去打听一下 你去查一下 有没有一个小何永林的 能用钱解决的就用钱解决 有言不尽的 不用手软 我总冒险 知道了人命 我立马搞定 沈平 你还好吗 沈平今天很健康 甚至 还有点活活 顾总也在啊 你还好吗 这是明修哥救了我 行了顾明修 我们也没事了 你赶紧回办公室 我们决定了 接受你注册 你哥不是说 如果我不对你负责 就不解除我 我怎么知道 反正 哥哥和你 是怎么想见你啊 亲爱的同志 我里撒这个资料 无法复云了 我能帮忙吗 资料被毁了 估计找不到证据了 让我试试看 如果是网络电话的话 我可以追踪到对方的地址 请问是集团 怎么才不重要是给你 乔欣然女士你好 我是警号313569874 警官陆哲 现在怀疑你昨天发生在故事集团的一桩故意伤人案有过 麻烦你跟我回忆接着调查 陆警官 容我自辩一下 昨天一整天我都在开会 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伤人 我们追查过IP地址 证实是由乔氏总裁办打出 总裁办的电话 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的 一切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欧作剧 整理一下下小鞋 欧作剧 你这是在犯罪呢 我怎么就是犯罪呢 一个玩笑而已 再说 是乔木兰小姐先纠缠我们乔总的问候 他居然有脸不一揪 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 你无权插 至于你刚刚出的恶作剧 可能会导致夏末然小姐的死 低俗的恶作剧 涉嫌违法犯罪 跟我们回去调查 带走 夏末然 真有本事啊 你不会每次都这么好运 下一次 我一定会把证据 选进一本事 莫然回来一趟夏天前出这了 夏天前怎么了 你自己干嘛 这七六四天 这房就要五百万 不然的话 就把这照片 就发到网上去 这钱是你们亲妹妹 这个钱啊 得你们出 浴室不要慌 这么好笑的事情 当然要让海生所有人都乐意了 你这是要逼死你妹妹啊 对方就要五百万 夏黑浴又不是出不起这个钱 那是我哥的钱 凭什么给他 我 夏末然 我看你真是要反了是吧 你要是不给别的钱 我找顾明秀 顾明秀要钱了 顾明秀要钱了 说 孟然 孟然 哥 你知道那天 我为什么会睡在顾明秀的床上 是夏浅浅在我的酒里下药 她想让我和桑彪发生关系 那个桑彪 她有爱资 是她想回 现在不过是 天道好不快 哥 我们又没做什么 只是没有帮她而已 你把钱还给顾明秀 还什么还 顾明秀说了 要什么都行 你值那个价钱啊 那个男人说了 只要给钱就放人 夏浅浅遭到你 让她自己承受去 哥 我们报警 那个人有艾滋会缠染 我们不能接触 不行 不能报警 你自己心想歹多 你别看了你妹妹 闭嘴 喂 听话 让哥去处理 好不好 哥 你要小心 放心 哥不会出事的 他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这 这是儿子吗 这他们讨债的 你是我祖宗 我看 都是你妈把你们给处坏了 你还好意思听我妈 我妈是怎么死的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是你 故意带着夏浅浅回来 气死我们了 烦了你了 夏先生 你想对我的人做什么 自己孩子不听话 我这个当父亲的去教育一下 你问我要五百万 我说了 夏墨染归我 你答应了 既然答应了 都是教训我的人 谁给你的脸 以后 你只有一个女儿 我们走 李小哥 你给夏静国的钱 我会还你的 婚后的每一笔支出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刚刚那笔钱里 有一半是你的 是不是心疼 听证 我要回去 快点 那我们要不要回去 好了 好了 钱是怎么拉走的 我们就怎么拉走 好吗 还有你啊 明天去挂个好可可脑子 请我来出 嗯 嗯 你说那五百万 我真的得了 你不了解 我爸在夏墨染心中的地位 只要给他一点点关爱 管他做什么 都会愿意的 好 哥 你是来救我的吗 我看你玩挺开心的呀 你们去训服 当着我的面 结束之后 我会给钱 不不不还要误会 还要误会啊 你在说什么呢 哥 想知道啊 来 自己看吧 哥 你是想毁了我吗 对 我不是你哥 我只有一个妹妹 但不是你 爱玩这些花招 我就把她玩大一点 夏建国的私生女 我本来想睁一只眼闭 但你既然又对默然不利 就别怪我 我请了 我记得我警告过你 你 离丧彪这一类的人远点 你好像把我的话 不当作一回事 郑泽 你误会了 我是想帮你的 人可以不聪明的不能蠢 我留着你 是因为你对我来说 还有点价值 如果夏建国认定你的身份 你对我来说 还有点用 是他们想害我 夏果然根本就没有看上去那么单纯 他是装的 出去躲一躲吧 避避风头 再回来 郑泽 郑泽你帮帮我 我帮了你那么多次 我帮你出谋害死寒假大受 郑泽 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郑泽 郑泽 如果你能通明夏夏的话 再跟我讨价还价 否则 我不介意让你永远闭嘴 不知道我和乔总 还有什么好聊的 夏末然 跟愚蠢的人在一起 是会被传染的 顾明修为了你断了和乔士的合作 真的 你确实厉害 一边缠着顾明修 一边缠着韩成子 说吧 怎么样你才能离开顾明修 你应该问他 要怎么样才能离开我 你哥还没有告诉你吧 媒体曝光了你爸 我用文款 现在夏日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断了 没有人帮夏天玉 你知道后果的 这是我的家事 你和乔总无关 我相信夏大小姐是个聪明人 随便点 毕竟你一开始接近顾明修 也是为了钱 还让他养你 现在钱就在你面前 你只用动动笔 就能救下夏日集团 我这个人很有别的道德的 怎么能收了金属的钱 不能收你的钱 很好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是你举报现金国道有多数块的 你是不是在找死啊 我只是想给夏家一点教训 是你说的 只好我能掌控夏家 我就愿意听我说话的呀 现在夏家出事了 蔡默染家就回来找你 东郊的项目就有转机了呀 夏家不可是你爸 他算是坏 他问顾明修要了五万万 没有救我 而是夏天玉毁了我 陈泽 现在夏家出事了 我们才能更好掌控相关上不是吗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如果让三天遇上了吗 是不是 陈泽 我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只有我才是想好好爱你 不是想让你好好的 陈泽 你现在是带一段事情 我才不是夏火染娘的虫 喂 先生 我已经把夏家的资料发给了董事会 夏家 这次完蛋了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夏天玉的命 怎么了 你不开灯 公司出事了 哥哥不跟我说了 或许 他有解决的办法 明天已经做了预方了 为什么还是被人提前报过 一定是夏天玉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当然是因为我聪明 好 那你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 带你去见夏天玉 明天 带你去见夏天玉 莫然 你是不是 有事瞒着哥 你变喽 我以为你是长大 是我平时忙于工作 忽略了你 莫然 你能告诉哥 你为什么跟夏天玉 拿发了吗 因为他偏心夏天玉 因为他悄战 因为他悄战过明秀 因为他害死我 没事 哥会为你主持公道 哥 我想见一见夏天玉 再做打算 好 哥把他带出来 好好好 我只想问你 我和夏天玉都是你的女儿 你为什么只偏心她 女儿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 你是你妈偷人生的孩子 你胡说 胡说 当年要不是因为夏家大小姐未婚先印 我怎么会倒插门 你们才是一家人 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根本不会在意 我有没有别人的孩子 她在乎的 只是你们 所以 你不同爱了 原来不是我不够好 是你不够好 哥 把他带走 还好 我知道该怎么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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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晨泽 我家出事了 是不是你干的 我也才看到警官 莫然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装了 你和夏天玉是一伙的 他在后面认识是不是你下的 这件事我帮你查清楚 好不好 好 嗯 也细吧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应酬 你能不能带我去啊 是你的私人助理 我会保护你的 好啊 那我期待你的表现 哈哈哈 顾总 酒量大名 来来来 这位是寒家小少爷 我还同泽 项目批下来了 啊 也希望顾总 带一带新人 何总 我们顾是自己拿下的项目 还是我们自己负责 外来人学 出去玩吧 哈哈哈 何叔 看来顾总 不愿意带不来 没关系 这以后有机会 可以跟顾总 多学习学习 何总啊 我们顾总前段时间 因为东江项目的考察工作 都弄得未出席的啊 你看 还不让我们跟您说 这样 我替我们老板 跟您老喝一个 好酒量啊 顾总 在哪儿长得小丫头 人长得小的 嘴巴也甜 不错 来 顾总 我替我们老板 再给您喝一个 好 来 程泽 你这个机会 和顾总喝一杯 以后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互相帮助 顾总 我跟韩景晴是兄弟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 我当时愿意给你喝一杯 我还给何总安排了下一场 今儿不奉陪 领导再见 这个小助理不简单了 告诉我 谁教你提我挡酒的 刘秘书说 不会给老板挡酒的助理 不是啊 助理 明晓 是不是 很棒 很棒 你请坐下好吗 好 好 哦 舒服点 那个韩虫子 他就是个大坏蛋 他故意在国家面前说你坏话 我知道我知道 何总喜欢喝酒 只要陪他喝酒 他就万事好商量 是不是 我希望无忧无虑的 不用考虑是希望的 叶秘书说 兵醒 你好香啊 马然 告诉我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没有想 这是送给我的 不然呢 挺有仪式感的呀 以后 你不许再说变化 知道了 知道了 还有你什么高冷的事呢 原来你爱一个人 是这样的呀 什么样 让人开心 夏日集团总裁夏春玉遭遇车祸 目前情况生死不明 哥 你怎么回来了 来 让我看看 你怎么好好的出车祸了 不对 上辈子 上辈子你也是出车祸走的 好了 你这样胡说八道是吧 我不是好好在家待着吗 哥 你有看清 是谁装你的吗 没看清 不过我大概能猜到是谁 夏天气了 你告诉哥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又有意思啊 你怎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意思啊 上辈子我就知道韩诚泽和夏琴姐 小年和对方 我会害怕 你又一次被他们害死了 我知道他们的真面目 但是 我不知道 他们背后的人是谁 你是说 有人要对付顾佳和夏佳 有头绪吗 也要 所以哥 你最近出院非常小心 我怕夏晴姐想害你 好 哥会注意的 对了 这事你给顾明修说了 我不想让他知道 这一次 把我保护他 保护什么 不得了喽 现在酒里能管得了他吗 你给我把他保护好 不让我跟你们听话 听听 好 真是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我的好妹妹 结婚也不会饿着胃着 我是来谈正事的 夏晴晴的背后 只有桑彪我是不信的 你说 有没有可能 是乔欣人 不是他 我给他找了点麻烦 他只是想踩着明修上位 做不到将他堆入深渊 难道是他 我查过了 这一带的监控 全都被人弄走了 那能恢复吗 我就知道是他 报警吗 我们先找一个 顺势的警察 那个沐阳 我还有事 我先撤 嗨 没事 你好啊 你这事不赖我 确实是沐阳 我先走了 拜拜 大晚上出来 就为了偷监控 我哥不是出事了吗 当然要帮他找到证据 替我哥出头了 你看 我都考下来了 怎么 你还要我夸夸你 错了 每次都这样 错认的快 下次还犯 以后再做这些事情 跟我说知道吗 知道了 我不是怕你说 我借着你公民 就太太的名义 我都费 我可没怎么说 老板你放心 人前 我是你的小座礼 然后 然后 我是你的小情人 是我的金主大大 你就这么想到 我的小情人吗 上车 回家 这是案发当天 现场的证据 亲自帮警方破案 再报警 像你这样良好 视频可不多了 小祖宗 现在社会复杂 以后这种事情 交给我们专业的 等案子结束了 我能不能把警方 蹦出去 行 这是在做饭 是啊 不可以啊 我不会留你吃饭饭的 你就算别堵死我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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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味道 应该不错吧 这味道 应该不错吧 可爱 我不会 今天是工作 你们干净的 你还是要醒 要不醒觉 还要不醒觉 我知道 你想不去玩 好 呀 哎 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生生的被烧死 自那以后 他就一直责怪自己 什么人干的 然然 我相信你 会让明秀从过去走出来 我做了什么 你醒了 来 喝杯水 我虽然晚了喝多了 有没有对你 你倒是想做点什么的 我都不省人事了 这么说 你还想让我对你做点什么 没有 不要乱说 我想吃西红柿炒蛋 和汤汁浇饭 老公 你叫我什么 老公 这个地方 是我弄的吗 不是 是我自己不小心 就这么喜欢西红柿炒蛋 我最喜欢吃你做的 做不好 之前 在出租屋的时候 你天天都给我做 我吃不腻 韩正泽 之前给你做过 你有话要跟我说 林明秀 我问了 关于你父母的事 收获是人为 手法 和韩家大少的死法 十分相似 我爸妈的死和韩家大少的死 是同一人所为 嗯 我有证据 可以证明 韩大少的死 跟证据有关系 我爸里搞你的证据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吧 喂 喂 郭总 老爷子病重 是你吧 听说你今天早上见完老爷子之后 他就病了 我没有 一份老爷子名秀 爸妈车祸的事 顾家人都知道这是老爷子的禁忌 你存心在他面前提这件事是吧 到底安的什么心 你走 他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之前因为退婚 三分五次气的老爷子住院 大家都知道 老爷子在的一天 顾氏集团就不会乱 现在可难说了 郭明兄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样为自己 对不起有什么用 你滚啊 你滚啊 顾先生 老爷子的身体脱子的很厉害 这次发生 请进来 莫然 你滚啊 不客 不客 你说为什么 早上还好好的一个人 突然就没了 走 跟哥哥回想你 我想让你回到我前了 顾明兄 他不会也让我 让我害死了顾爷爷 不会的 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他是一个明世美人 顾爷爷的身体状况 他最明显 不会怪你 他总是这样 明明是他 让我还要照顾我 你啊 总是这么叫 我 这不是这个明明的问题 他说 有个人 我 我心里 是个 不要跟我们家走对 我想让我家不要难道 不要顺着那个女人的心 怎么不进去 他不一定欢迎我 没关系 他也不欢迎我 顾家不欢迎 明兄 你是不是瘦了 我们也算送老爷子一程 好吧 好吧 你说 有事情保证 是不是 顾总 老爷子的事真的是相不让我干的 是他去刺激的老爷子啊 咱们之前就担心过 为了搞搞故事 他们肯定会派人对老爷子下手 我对您没有安心 我是老爷子带出来的人 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您好 小陈 你去人身部报道 然后继续回来工作 谢谢顾总 顾总 您真的要放这么个两面三刀的叛徒在身边吗 放在眼皮底下安全里 你去 把木耳的员工卡出销了 是 顾总 你的员工卡失效了 今早晨助理回来吧 有些没用的人当然是要被开除了 被开除了 夏末然 你之前的嚣张劲嘛 顾爷爷是顾明修的底线 蠢货 顾明修不要你了 那他会要你吗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顾明修会心动的 那我等着和你们喜酒 莫然 莫然 你哭了 是不是顾明修欺负你了 你怎么知道 我听说顾老爷子去世了 担心你受委屈 莫然 顾明修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他总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 你看到网上那段视频了 他开车打算撞死 你是来替他说情的 夏浅浅 这不可能 莫然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监控里清楚的拍到了他 怎么诬蔑他 莫然 你要相信我 我跟夏浅浅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 好啊 我可以相信你 这次警方查到了夏浅浅 你不要查什么 这次警方查到了 是不是自称赛家大小姐的人吧 连自己的哥哥都能下得去手 像天佑说我 我不是他 小某人 你能先自问一下 这么多人 你有把我当过家人吗 有 我曾经 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你装什么装 那就是你妈 婚内出的跟别人少 跟你一样 都是私生私 夏建国这么说 你也这么说 看来把你们送进去 夏浅浅 和陈泽这样固扯手段往上爬的人 你信错了他 夏浅浅 涉嫌虚异伤人案件 共回一起这段查 这次 我看你背后的人 能不能救你出来 不会的 陈泽他不会不管我的 你怎么做了 做了我就完了 他已经来了 陈泽哥 陈泽 夏浅浅说 你会帮他的 小静静 你在胡说帮了什么 你嘴里能有一句试唤 陈泽 你要救我 你一定要帮我先生的 你说过 陈泽和你都是先生带出来的 既然先生这么厉害 让他来救你啊 行了行了 虚救虚够了啊 跟我走吧 陈泽 我不会放过你的 没事 都过去了 这回不管怎么说 也是夏浅浅栽了 差一点 走错路的人就是我了 都过去了 你有我吗 怎么会走错路呢 你来干什么呀 那你来干什么 我当然是来找明秀的 你赶紧走吧 你赶紧走吧 他看见你 你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家 我是想 我不知道夏小姐 为什么会有脸出现在你面前 毕竟 他害死了爷爷 你来干什么 我是问 你来干什么 我 顾明修 现在故事风雨飘摇 我是来帮你的呀 故事现在一切都好 谢谢你 你站在乱口顿了吗 我 刚刚你为什么不直接进门啊 你们所换了 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谁跟你说我要和你离婚了 对不起 明星 我不是故意的 不知道 会刺激到爷爷 心根本来就是突发疾病 也许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 也许哪天 况且 你去问这些事 也是因我而起 你不怪我 这段时间事情有很多 女豪在学校上课 我可能 在学校上课 暂时都不杀了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第一 你不许和一星走得太近 第二 你不可以单独去见韩诚泽 第三 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吗 我也有事情要做 到时候 还傻不跳 你呀 不要被别人算计了就好 说真的 这破浪儿写了不如不写 要不 干脆去参加个什么比赛 一举多亏 得个第一 第一部分毕业设计 你说如何 既然要去参加比赛 嗯 就这比赛已经多了 你看 故事主导的这个比赛 怎么样 天才呀你 这又能藏恋爱 又能赚钱 这么好的活 以后多多寄开给你 喂 乔总怎么有空打电话 夏莫然 有空就看看热搜 乘日里坐井观天 我觉得我男生不是这么 很认真 我也知道 可是乔欣然确实在缠着他 也确实喜欢他 报道 都这么信 你对自己有点心心好不好呀 谢谢你还愿意跟乔氏合作 这一天的会开下来 两位也累了 我们去楼下的度假村 不好意思 乔总 我有点累了 就先休息了 准备好了 放心 我在这酒里下了药 到时候 就看乔总吧 郭总 要不要控制一下舆论 我 担心夫人他 不用 本来陈助理 也是忍不住 剩一切就托托了乔醒来 吃里扒外的叛徒 准备好证据 随时整个托托局 整身 我看乔总 看乔总喝了 你可以走了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顾铭铭 顾铭铭 你不是想出名吗 我让你好好说 你这什么意思 这是要便宜我啊 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我爷子没了 故事正式动荡的时候 你跟我连一个有什么不好 我警告过你 但你完全没了什么 我还说去 还是因为夏默然 他有什么好 一个被人包养的金丝雀 也敢跟我大呼小叫 顾铭铭居然为了你要毁了我 乔氏和顾氏之间有多少利益往来 他不知道吗 这件事我们顾铭铭说 过程有用 顾铭铭为了陷害我 我明明已经打听好了也安排好了 他竟然给我换了丧标 如果你这张脸被毁了 顾铭修还会再喜欢你 抱歉啊 如果你大青岛过来就是为了威胁我的妻子 我劝你慎重 你是不是疯了 他害死你爷爷呀 杀死我爷爷的凶手是谁 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搞错了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确实没有证据 如果你来谈公事 可以去办公事谈 现在 知道了 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小贱蹄子 莫然是我爱人 不希望再从你的嘴里听到任何无论她的话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报警了 你这一经历点大 我学会报警了 我会长大的嘛 而且 我最近参加了故事主导的比赛 接下来的日子 你天天都要见到我了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贿赂评委 光明磊落 才不会贿赂评委 如果 我真的要贿赂的话 要多少钱 你亲我一下 我考虑考虑 不要散我 大家好 我们阳光队的游戏设计图以国潮为核心 你放心 表现得很好 你给问你 各位 刚刚每个队伍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设计里面 请各位拼准团仔仔细讨论之后 逃出自己保费的一票 郭总 你怎么看 阳光队 它是梦想队 梦想队的游戏虽然简单 但是画面还没有成功 阳光队是大学生创业的小公司 有了钱 估计就会不好好干 谁说学生就没有定性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看来郭总看好阳光队啊 看来社群团一字讨论差不多了 那就由 赵总的事吧 梦想队 韩总也不用谦虚 扣出神圣的一票 我呢 当然是支持我的女朋友了 阳光队 没想到阳光队还有这么个背景 还以为都是重大学生背景 师哥说笑了 我们是同一个导师 只是一起做一个特题而已 魏冉 比赛进来之后 我们回去聊聊 有些清华风头 何总 阳光队 好生可美 谢谢何总的信任 最后 我们请吃故事 我走 阳光队 故事经常看重的 是长字的发展期 显然原创作品更具有发展期 真没想到我们能赢 我们得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嗯 夫人 顾总已经安排好的地方 为夫人请绷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不能免得跑 改天没命 刘秘书 麻烦你送乐乐回去 我自己等明秀 走吧 莫冉 我能不能跟你说句话 跟你没什么好聊 夏浅浅没保试 她怎么出来的 怀孕 嗯 不是我的 我知道 莫冉 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就当是给你庆功了 我会和他在好好庆祝的 就不劳寒多 我也行 莫冉 你最好远离顾本身 他收购夏日计算的问题 就是为了通病和下极 你可不不要生气 韩诚泽 一个人是好是坏 不是有耳朵 就 而是用心感受 就是他保释的夏浅浅 总是我告你北报 告死 是你呀 这次 这次 多谢你把我保释承认 你出来 想干什么 我知道 你不想理我 但是你又在意 害怕 他才会让夏浅浅 知道 你 就是 你 情绪不稳定的杀人凶手 那时候 他一定跑得 mét 我可太到 here 我可太�� 可惜呀 可惜啊 没资格跟我 我想问韩春回元带 那是人的带着香蕾 晚安 哪个项目啊 不是 你们要干什么呀 小妞 你当我们傻的 你可抓错 这不是犯罚的 都抓走 你们这样都是犯法的 我有点钱 至于吗 这可是让你下三代人的 小妞还挺讲义气 抓了你 我三倍也都划不来 急了 带走走 救命 救命 走 他不接电话 顾总 你看 行车 赵 是 小妞也不见了 什么时候的事 绑匪的要求是什么 是夏浅浅做的 这都什么破事 你不保识 夏浅浅不就没事了 顾总 怎么办啊 看来必须让他远离我了 顾家 太危险了 成熟 是呼吸 他身体不好 我们要到处两命吧 妈的 别废话 大哥 不如把他妈衣服扒了怎么样 装探人的事情还是别干了 快点让照片算了 啊 废物 妈的 静就不知是花仇是吧 怎么说那个女人给弄了这么多钱 让我 走 来 啊 我的目标是这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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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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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你什么玩法 那我们干什么呀 送他去医院 来 一下 你没事啊 是我们的老婆 这是你爱喝的 接下来我怎么了 喝这个跟身体不好 太渴又不是天天渴 有什么不行的 你不愿意笑 我就喝一个 好不好 行 这怎么回事 是我没得话的 这种只能耗在斩架里 忠看不忠的男人 有什么好的 来考虑一下我 我给你保护好你 好啊 瞅什么瞅 这件事你谁做的 查出来了吗 你一定知道怎么回事 夏浅浅 当然 说起这个钱的 一定不是他 是他背后的 你还不知道 是谁保护着夏浅浅的 是他 是 是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你好好休息 夏总 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 这个人 有暴力心象 孟然 真的吗 夏小姐 你手腕上的伤 是人为的吧 你完全可以告诉警察 我们会帮你的 不愿 卢家主 哥 没得上 是你派人去伤害莫然的 我哪有那个本事 又没钱 还在保释期 听不说 是先生 你总算是聪明了一回 你们顾家 那么多事 被你看上的 你们下场 都不太好 对付莫然 不过是想对付 顾总果然聪明了 现在什么样的选择 对于夏浅浅来说 是最好的 相信顾总 心里应该有答案了吧 我们在沙昔家 取消 也要紬为了 比赛结果 她被恨你的 像夏浑仰这样的 小公主 最讨厌 别人否定她 安 你而 relies 再而三的否认她 我们有两下 reflection 什么叫取消我们的成绩 是男神 是顾明秀说的 现在我们没有成绩了 只能回去好好写论文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夏浅浅 他去见了夏浅浅 为什么要取消我的成绩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我希望你们新闻朋友都待在这 好吗 为什么要否定我 不肯定为你 你把我没关系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礼物 你家 有那子 是 你爷爷那个死生子 我现在之前话不放过来的案子 已经派人假装过来 我带我看看 谁也会动手 走 不 是小新的 哥签了这么一份心 你们难道察觉不出来吗 乔总 现在故事转这条不放 要我们赔查 沈浅怎么说 沈浅那边说 他们不但骗子给他 建议 建议不求是警方的 还有就是 警方那边让我们写出调话 我这个妹妹啊 就是脾气大了点 你多大大咯 她的安全比什么都重 你也太极端了 我的好妹 你不跟我解释一下吗 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我在担心你的安全 我怕帮费背后 不止一个人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可以好好配合的呀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 你所有事情 都是自己所决定 那 下次有事情 你今天跟我商量 好不好 你又不传线 又不传线 我们离婚吧 莫然 你家出事了 我家 你没看新闻吗 夏日集团出事了 故事中在着手说过的事情 莫然 你是不是被孤雲做给骗了呀 大家都在说是故事集团 布局陷害 注资夏日集团 一旦想你失败 就逼你个个交出股份 再进行收购 老子 这些 都是真的吗 哪里婚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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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什么 你是夏博长 是夏家大小姐 你还靠哪儿要活着就成 这里一次又一次 分钻的石头 我一遍就一遍 配合你出演 我出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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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这样 要你好好 看你下家 你走 这里不会啊你 你当我想来啊 我就是要来看看 没了夏天玉之后的夏天玉 那怎么样 这些事 我知道 已经发生过一次 我怎么会不知道 莫长 他出生机 不过呀 他出什么呀 顾总 真的有必要和夫人 离活的 我也不想 但敌人在案 我在明 如果不真的 我把他骗不住 还真 过去 或许您的决定是对的 但夫人 难免会伤心的 好好好 顾颜锦回国 他的危险就变多了 没有 他还有其他的未来 你好点了吗 我现在 已经不去想离婚的事情了 我想我哥哥 新闻上这么说 如果是真的的话 这次 我会自己面对 你不用担心 莫长 你干什么 你不会是想趁虚而入吧 你是什么人 我心里最清楚 卖乐乐 你就知道 在默然明天 诋毁我是吧 你算了吧 你全身上下 从里到外都是黑的 乐乐 你先回去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默然 前段时间我得出差 我才回来 知道你们现在要出事了 顾颜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没有人会期望了他 真的吗 我当初就不应该 搬你这个顾明修 我没有想到 他会利用你 对付夏日集团 顾明修利用我 那你呢 你打算怎么帮我 我 我先送你回家吧 你是打算帮我抢回夏家 还是让我哥哥复活 如果你能做到 我们就在一起 怎么样 默然 你现在这样很容易染情 而且你们又靠山 你的东西 我就不拨着 你不打算伪装自己了 也对 你这样看起来 顺眼拨了 做不到 就离我远一点 就离我远一点 可可 顾明修不要 算了 怎么说都结过我 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我 喂 为什么 你把财产都给了我 我希望你快乐 你是不是要一个人去对付夏天 想背后我的事 你要记得等我 我什么都知道 你不要瞒着我好不好 我告诉你 你要快快听话 怎么样 你是不是 家里出了事情 我的小叔叔 他就是我和医生 好 我知道了 你一定要小心 我会等你 陆警官 我想要你帮我查一查 夏浅浅 到底是怎么被保释出来的 怀孕啊 你知道的 顾明修给点钱就出来了 肚子里的孩子 是谁的 我还以为你知道 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顾眼睛 我来找你 你们的计划 我都知道了 你和明修 都要小心 为了还我和家人亲 不在意跟你这么一遍 送我去医院 这 那个女可能是艾滋患者 这肚蛋涯 希望有效 到时候自然要打击子 你们这些数据 能是集团 你就吧 陆转 你没事吧 怎么办 程座 我不会传染你啊 我今天碰到一个男的 他又挣扎了我 他是夏浅浅拍来的 我爱情 小天姐 你居然找人害我 你冷静一点 我怎么会找人害你呢 我是一条船上的人 难道不是你找到艾滋病的人 扎什么想过人 是 怎么 你想弄死 什么 什么 韩氏集团涉嫌违法分罪 你敢打我 你为了夏浅浅 连星期你打我 独爱死 他不太好死 告诉你 你最好 期望向他来的事 你能活到现在 都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 先生说了 既然你怀了孩子 就必须要把他生家 不要 我不要给他生孩子 我不要 我不要 看样子 是要把责任推到他父亲身上 好意招弃居宝帅 好了 你别和明修闹别扭了 他一开始说不让你参与 我还说他自以为是 结果 你就当着我的面被上了 别过来 你的脖口出来了 没事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既然我没事 我也要参与这个行动 你有什么新话吗 我要让韩晨泽 和咸水相互散几 我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不够假的 我们的欲求叔叔 确实在里面的孩子 夏浅浅那么喜欢 韩晨泽 他一定不会想让身上 歇着的小孩 他一定 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点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韩晨泽 来做这一事 你们俩 真是愿意见的 我知道 今天我吓掉你了 想和你说一声 我没事 没事 莫然 你注意好心里就好想 陈泽 你要考虑一下 陈泽 陈泽 还了先生的小孩 孩子要是出生 他就和先生 是一家人 韩晨泽 你怎么会贴心 夏浦然的话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你嫌我脏了 那夏浦然的 他早就不知道 被顾铭销 睡得多少遍了 陈泽 这还是要没吧 谁让你 他以后 都做不到了 夏浦姐 请问你和韩晨泽先生 是心理关系吗 我只是一个学生 你们在说什么 不然 请问韩氏集团的破产 是不是和顾总有关系 我哥哥的死 只是个意外 他生前和顾总 一直都是合作关系 夏儿集团在公民修手里 也算是遇到了活乐 那韩氏集团的黑料 你有了解吗 当然 韩氏集团的问题 相信警方比我更有话语权 所设的项目 韩氏都有参与 他一定会配合警方 好好调查 韩氏集团的问题 相信警方比我更有话语权 他 真长大了 现在啊 连我也管不了他了 顾总 你压根就没想着管夫人 公司内部现在很乱 韩诚泽在顾氏集团 埋了不少案状 叔叔回国后 有什么动静 顾延锦回国以后 一直在老宅别墅住着 很少出门 他看起来 不想撑合公司的事 先生 能出手帮一帮韩氏集团吗 是你 弄死了夏浅潜的孩子 我 我没有 我不小心的 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你是担心我取了夏浅潜 他和我 连成一线放心 是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 先生 只能相信我 自首外 不然 我会和警察聊一聊的 先生 那谁帮你对付顾明修啊 靠你们 我用对付顾明修吗 我 顾总 外总放了您的救诊命令 说您有应激创伤障碍 说我有精神疾病 您 您 都知道啊 我的好识字呀 没想到 你还这么看得开呀 叔叔 您一直都在那种心思 我是吗 真没想到 老头子 就就是看上了您哪一点 把故事集团交给了你 怎么也 不培养我 我也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 要杀了我父母 那是他逼的我 我是私生子 怎么都比不上我大哥 我想着 我杀了他吧 故事 总该是我的吧 可他 总是相信着你 而你 为了一个女人 把自己搞成这样 是 派人伤害了莫然 他是你的软肋 他受的罪 都是你的错 行了 我现在不去救啊 我也不追准了 现在故事 在外的形象 一路前章 不如 把故事交给我 如何 这件事你问他没用 得问我 他把所有的财产 都转到了我的名下 我才是故事 最大的 你把所有的钱 都转给了他 只要我们现在 去注册结婚 顾铭修 依旧是故事几分最大的 有权认命 谁是谁 看来 你最近 过得很悠闲呀 当初 你爬我床的时候 难道没有想过 要嫁给我吗 万一 要是怀孕了呢 先生 没想那么多 撒谎 你就想拿怀孕 来拿捏我 拿捏古明星 你真的做到了 可惜呀 可惜 你要是真有了孩子 我还能夺留你一日 我还能夺留你一日 他死了 顾明修 跟我回忆结束调查 你这套电子迈子都在传 你精神病杀人的事情 你真的不解释一条 我会配合警方调查 只是 调查的结果 传不公开 这里有顾影子能V 他承认了 就是他伤害了我的父母 所以你想顺着他 把故事苏清 干什么流程 就是什么流程 别想着利用警察 什么 你跟顾总和好啊 他是为了保护我 才给我离婚的 总是这样 事事都由着我保护我 不是等他出事了 我却没有办法帮他 那要不 我们再去问何总 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了 我们还是不要麻烦何总的好了 哥 你还活着 哥 我们 我们要怎么救顾明修啊 他现在啊 警察都介入这个事情了 我们怎么帮他啊 我不管 哥 他帮了我这么多回 我们也要帮他 你啊 总是操级别人 能不能提起钱 哥 谁让你活着还不来见我 哥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他上辈子已经做过一次好了 我不想让他这辈子再做一次 那如果 他出不了 怎么办啊 那我就等他 等他出来 我给他本钱 让他东山再起 我才不喜欢 你那个破骨似的 行了 咱们 你说你活了两辈子 让我家东西 三辈子 是不是很爱 爱 非常爱 温柔 你做什么动员 那就好 你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路者是个好警察 他抓住了真正的注目 母后你不许这么对我 把优优独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